他是大唐的胡卡 是今天的大家 是孤篇盖全堂的哲学诗人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 看完张若虚的一生 不要迷恋歌 歌只是传说 这句话由张若虚来说再合适不过 具体的生族年查不到资料 家庭背景更是无从调查起 这位老哥的名字不得不说 起的就很应景 又是若又是虚 都是缥缈的抓不住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们来开一盘推理局 张若虚具体生族年不响 张若虚的生日 比如杜娘说的公元670年 也是根据和老张同时期的 贺之章等人的出生时间来推测的 材料太少 我们姑且草率地认为 老张大约出生在公元670年的某个季节 老张是扬州人 在隔壁山东做过武装部的科员 关于老张的这一点点记录 也是蹭的老大贺之章 在旧唐书贺之章传里 提到了这位贺之章的小兄弟 但也真就是顺嘴提了一句而已 若虚 眼周冰曹 至于传奇老张在齐鲁大地上 业绩干得如何 干了多久 后来生前了没有 这些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那为什么神秘小伙张若虚 可以蹭进大佬的传记呢 这就得说到 张若虚当年的四小之组合 唐玄宗开元初年 时间来源于葛兆光唐师选著 也就是公元713年前后 老张与贺之章包容张旭 因为深受读者们的喜爱 又因为四人都是江浙一带人 所以真爱粉们 纷纷为自己的偶像举大旗 原地成团立即出道 团名就是无中四世 这个团里最出名的 就说老大哥贺之章 老大哥实力硬 学习好 还有公务员经历 再加上朋友圈十分给力 所以老大哥的作品传得多 生族年也清楚 贺之章是真虎 不像老张 是个虎卡 跟着大哥混 张若虚有了公务员经历的记录 还有了关于生日的模糊定位 多亏这个小组合 不然老张可能就真的 和往事都随风都随风都成梦 彻底糊了 估计是当时年少 那时的小张 还不懂得经营粉丝文化的妙处 偶像生日不计 偶像签名不留 甚至连偶像的作品 都不往我爱记歌词的小本上抄了 于是到了今天 老张的作品只剩下了两篇 一篇流光一彩 你我都知道 叫春江花月夜 一篇急急无名 也就没啥知道的必要 出名要趁早 早出名早享受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今天我们可以说 哎 张若虚啊 我熟 这小伙蛮厉害的哦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张若虚大火的时候 不是在大堂 当春江花月夜 成为爆款的时候 已经到了明朝 老张早已嗝屁了 多亏了山东狂乘一哥李潘龙 在古今诗山里 最早翻了春江花月夜的绿头牌 可以说 这一番 翻来了张若虚的转机 黄泉之下 老张终于可以敲敲棺材板 也又火了 虽然这次翻红 老张还是靠蹭别人的热度 但这次的组合名气更大 你一定更熟 叫出塘四杰 为什么能搭上四杰的顺风车 这次不是因为快乐老家的关系 而是因为老张和四杰的流派很像 明耐的胡应林在诗首里 依据诗歌风格 最为明确地把老张和四杰盖了车 敲定了老张和四杰在同一个时代 胡卡老张从此开始的和四杰同呼吸共命运的旅程 成为了四杰的小尾巴 四杰plus 可惜当年陈子昂的大火冲淡了四杰 直到明朝 再有人为四杰举大旗 高喊四杰超神的口号 四杰和他的小尾巴迎来了再被发现的时代 当明珠被偶然发现 他就不容易再被埋没了 春江花月夜作为一颗明珠 终于享受到了明珠应受到的赞美 如果赞美是种能力 彩虹屁也分高下 那么 孤篇盖拳堂的夸奖 一定高占老张表白强的榜首 这句称赞 也一直成着春江花月夜的东风 直到今天 依旧嘹亮 陈兆奎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老张 孤篇横爵 敬为大家 大家 这个在文艺批评的术语里 专门用来形容那些 有杰出成就 影响深远的大佬的 绝不是一个翻红的三线诗人 能配得上的 在老张之前 平一篇就能被称为大家的 真是前所未有 所以这个大家的评价 可谓极高 但是大家认为 老张就是配得上 这么个前无古人的大家称号 老张家不知道具体在哪的祖坟 这时候也可以冒个烟意思一下了 春江花月夜火了 火到不需要去蹭别人的热度了 火到是别人来蹭老张的热度了 这桥这江到底在哪 张若虚的老家里争了起来 扬州市区人说 这是曲江这边的 瓜州镇说 是他们这块的 江都区还表示 应该是他们那片的杨子江 好在月亮不用争 月亮是大家的 照着张若虚的那一论 也照着你我 很多人来产发这首 春江花月夜 因为它留给了 每个读者最广阔的空间 和最优深的思考 因为我们对张若虚 知之甚少 我们用不了 知人论事那一套 联系作者生平来解读诗歌 因为老张拉快的粉丝经营 只留下了两首诗 我们也用不上文学批评里的 诗歌的忽文那样高大上的理论 去找张若虚别的作品对应着来看 我们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的用心去读这首诗 只要用心去读 哪怕不谈背景 不谈理论 我们收获的感动也并不少 可能我们总是忘记 自己本身就有做良好读者的前置 春江花月夜以他单纯的背景 把我们放在了那个夜晚里 我们也是那个夜晚里的诗人 春江花月夜 是一首固定的乐府歌曲名 但在张若虚这里 又是很实在的 春天 江水 花朵 月亮 夜晚 他一个人抬头看月亮 凝视久了 意义就会产生 于是老张在那个夜晚里 他就问了 可能问苍天 可能是问大地 谁是第一个在江边 看见月亮的人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矣 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这个句子 字面意思一点都不难懂 可我们听到这个句子 会吓一跳 任何一个夜晚 我们在露台看到月亮 如果你突然脑抽 问了旁边人 谁是第一个在这看到月亮的 你可能会挨一胳膊肘 因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但其实太怪了 因为这一下子就问到本质了 我们很少看到这么重的句子 这完全是哲学上的追问 老张忽然把人从现象中拉开 抽离 然后孤零零地去面对苍茫的宇宙 我们大概只有在爬到山顶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感觉 巨大的孤独感 视觉上无尽苍茫 似于天地精神往来 这突然攀升的哲学高度 把我们的视野带向了更远处 也把这首诗本身带上了顶峰之上 文一多说 春江花月夜是顶峰上的顶峰 这惊心动魄的发问 其实也离我们的生命经验也很近 所以我想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春江花月夜最好的解读者 在看月亮的时候 红雁常飞光不度 说的是 红雁已经飞过去了 可是它的光影留在河流里 就像老张这首 春江花月夜留给我们的 是月亮在波新的投影 与这首诗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湖水 但样起的涟漪 总是把我们往最深的宇宙里推去 如果你此刻生活不如意 连八十岁川普大气晚成的故事 都安慰不到你的话 不妨就来看看老张吧 然后找个有月亮的晚上 再读一读春江花月夜吧 对于春江花月夜 不会有比你的理解更正确的产发了 提到张若虚 你会想到什么呢 评论区里一起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